查普曼美联社分享杨基今天以3比1险胜游骑兵古巴火球男查普曼Arodis Chapman充实终结着角色 九局下成功关门收下自8月中以来的第一个救援成功 赛前杨基总教练吉拉迪Jill Girardi就遇到会试着让查普曼接回第九局任务 结果杨基九局上攻回两分突破1比1将局时 吉拉迪真的推出查普曼把关最后半局 我的想法就是帮助他回到正轨让他做过去习惯的工作 查普曼不负众望顺利抓到三上三下 他先制造一个滚地球出局再接连送出两次三阵 最后一球更是标出102 二里约165公里让阿波里迷到落空 查普曼表示每一次上场时都感觉像打了肾上腺素一样兴奋 跟在哪里头抽无关 当我登板我就能感觉到能量 今天我试着控制情绪专注在工作上 然后今天就发生好事了 查普曼用表现证明自己已经找回终结者的身手 不过他也坦承过去这一个月的确曾真谢你找 还好队友巴坦西斯 Deline Bettances和罗伯森 David Robertson帮忙分担牛棚大任 吉拉迪直言 杨基从来没有放弃查普曼 把他摆回终结者的位置只是早晚问题 如果你看他的内容清楚有多难去打到他的球 就会发现其实表现和过去几年并没有差太多 问题只在于他被敲了几支全雷达 我很满意他回来了 我告诉你 这家伙很棒 我们承担不起长时间 没有他在